9月29号说中方指责日本窃取钓鱼岛是歪曲事实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9月30号表示 前员成思发表的言论是非常错误的 日本国内总有些人甚至包括个别政客 不敢正视历史试图逃避历史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正式钓鱼岛争议事实 认识到当前事态的严重性 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 同中方一道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 日本的朝日新闻昨天披露了两份刚刚曝光的美国机密文件 文件显示1971年美国和日本签署归还冲绳主权的协定之前 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就把钓鱼岛交给日本管辖发生过争论 那么这份文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 美国将钓鱼岛的管辖权交给日本 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私相授受的行为 据报道 这两份文件是1971年6月17号 美国与日本签署归还冲绳主权的协定前 美国中央情报局 关于钓鱼岛海底石油和主权纷争的报告书 当时美日私相授受 拿钓鱼岛做筹码达成协议 由于遭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反对 美国政府内部也曾就这一问题 有过犹豫和争论 但最终没能阻止这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不过时任美国国务卿吉辛格 敲定了管辖权交给谁 并不意味着主权属于谁的立场 美国的这一立场一直延续至今 有军事专家分析 就本质而言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 采用的是一种模糊政策 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曾表态说 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但适用不等于要直接出兵干预 条约中的一些措辞 为美国留下了灵活决定 是否采取行动的模糊空间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将在今天 10月1号的下午公布新内阁的名单 新内阁将在今天傍晚 在皇宫接受日本天皇的任命 野田佳燕在他的任期之内 第三次改组的新内阁将正式启动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 9月30号与民主党干事长 于石东等决行会谈 就内阁改组推荐具体人选 基本敲定副首相钢田克也 官房长官滕村修 外向玄业光一郎 防卫向森本敏将继续留任 据报道 野田已邀请执政伙伴 国民新党的党代表 自建庄三郎入阁 外界猜测 民主党的前政调会长 钱袁成思将会担任要职 新内阁名单中最受关注的是 前首相田中角融的女儿 众议院议员田中真妓子 近日田中真妓子受邀访问北京 参加日中交流活动 日本媒体认为 野田邀请田中入阁 是期望利用田中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建立一个与中国高层的直通路 此前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 任命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 前外向高村正宴为自民党副总裁 独卖新闻评论说 这似乎是想强调 自民党上台的话就能够改善日中关系 分析人士认为 野田进行第三次改组 目的是试图在党内搞平衡 消除党内不和 保持党内团结 防止再出现退党者 野田如不能制止再有人退党 民主党就可能失去在众议院的过半数一席 不仅会导致政权基础不稳 而且在野党提出内阁不信任决议案 也可能获得通过 根据安排 日本临时国会将于10月召开 切实自民党可能逼宫 迫使野田兑现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的承诺 野田如果兑现承诺 由于目前自民党的支持率领先 民主党可能会在大选中失利 沦为在野党 如果不对线 自民党将不断对民主党施压 分析人士认为 野田政权如果要绝地反击 不仅要迅速凝聚党内向心力 还要拿出得力的经济外交措施 还是来自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 6架美军MVR鱼鹰轻转悬翼机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 从美军的盐国基地 飞往位于冲城县的普天尖基地 9月19号的时候 日本方面宣布同意美军10月份 在日本全面部署鱼鹰机 鱼鹰机是一种能够垂直起降的 中型运输机 适合执行多种作战运输任务 7月23号 美国的12架鱼鹰机抵达 位于日本山口县的美军的盐国基地 那么因为这种新型的垂直起降的运输机 此前曾经在摩洛哥在美国 多次发生过坠毁的事故 所以日本的民众 对于这种鱼鹰机的安全性表示担忧 9月30号 也就是昨天 山口县和冲绳县的居民举行集会 反对鱼鹰机部署到蒲天尖机场 并且进行低空飞行的训练 那么日本共同社的消息说 日本冲绳警方昨天下午开始 驱赶在美军蒲天尖机场门前 静坐的民众 并且用牵引车拖走了堵住大门的车辆 而当地民众是用按喇叭这样的方式 以示抗议 作为反对部署 鱼鹰运输机抗议活动的一部分 当地的这些日本居民 9月29号是用11辆车 封堵了蒲天尖机场三个大门 导致车辆无法出入 据了解 从9月26号开始 当地的民众就在蒲天尖机场前举行了静坐和集会 抗议部署鱼鹰运输机 再来看菲律宾的消息 菲律宾军方昨天宣布 为了保卫菲律宾的利益 菲律宾已经向南沙群岛派出了 800名海军陆战队员 另外菲律宾非美军方 还将在10月8号到18号 在菲律宾举行名为 两栖登陆2012的联合军演 据法新社消息 菲律宾新派的士兵将在南沙群岛附近进行巡逻 但不会驻军 非方还专门组建了海军陆战旅 地点靠近面对南海的西部省份巴拉旺 菲律宾西军区司令萨班30号宣称 此次部署仅是一项防御性措施 向南沙群岛派遣的两个营 将共同担负起保护群岛的任务 因此不应被视作侵略性举动 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菲美军方将于10月8号到18号 在菲律宾举行名为两期登陆2012的联合军事演习 对此非外交部证实 将有约2600名美军士兵 以及来自菲律宾的超过1200名士兵 参与此次演习 演习的主要内容为 人道主义救援与灾难预警 值得注意的是 菲美双方在本月初 刚刚举行了2012海岸监视系统能力演习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叙利亚的形势 9月30号联合国阿盟联合行动 驻叙利亚办公室的主任 穆赫塔尔·拉玛尼在大马士革 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 在接受专访时 拉玛尼表示 持续的危机已经让叙利亚社会 呈现出分裂 并且彼此缺乏互信 与此同时 某些外部势力和组织 还在以各种方式 从叙利亚危机当中谋取利益 这些因素都为斡旋解决叙利亚危机 增添了不少困难 可以来学习 我喜欢就是很活力的生活在中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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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颁奖晚会 将于今晚在我台综合频道 综艺频道黄金时间播出